装真师用解剖刀 小心地将原本的装定线一一切断 以便分离封面和装定页面 接着将输液碟按照顺序堆叠起来 然后使用切纸机 将输液碟的边缘切割的平滑完整 这和我们小时候包的书皮不同 经过装真师包装的书皮 不仅能卖上几千欧元 包了独一无二的书皮的书籍 还将被收藏起来 现在装真师在书液碟的前后面 包上了后纸板 用固定式虎钳夹住 这时他在书籍上画上间距一致的横线 接着小心地在每条线上切割出书籍槽 这些书籍槽必须刚好能穿过一条装定麻线 然后在装定框架上 重新将书液碟堆叠在一起 装定框架上的装定线 能对应到每个书液碟的各个书籍槽中 装真师将亚麻线水平缝制在书液碟上 并绕过了装定线 这时两段的链式锁缝 能将相邻的书液连接起来 当他完成后便在缝线区涂上了一层胶水 接着将一块纱布贴在胶水上 然后用固定式虎钳将书液紧紧夹住的同时 让书籍凸出来 使书籍槽能更轻松地和书皮贴合 接着他用锤子轻轻敲击着书籍 以便让书籍槽平整